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朋友,歡迎來到全職解說 繼續為大家送上的是街霸的爽快局 有一批丹東,對這兩名有韓國紅兔子 看一下丹東這一把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表現,韓國紅兔子 這位也是一位紅明玩家,但平時很少見 不知道是不是一位韓國人 真的不知道是不是韓國玩家,真的不知道 看一下雙方的表現,現在檢查的話 一樣的版面 有了,有了,有了,兄弟,物漂亮 打暈,好,反身 並沒有反身,選擇了中腿 提前出招,然後收招 再接兩段聖龍 有點秀的啊,這個 不平常的一種打法 好,這邊有個電鑽 電鑽的話,要反面,要死了,兄弟 壓中就要死,123 什麼鬼 什麼爽快局 然後RP的整個進攻體系 需要重新磨練一下 打磨打磨 還有這個連招需要強化強化 居然打到了第三局 反正雙方的開局都有些失誤 好,我們看看第三局 走 尾部效應帶到啊 一般來說,不怎麼發波啊 哄人 得到機會就前進 壓對方的一個身位 就把他控制在一個身位 這樣發波的話 沒有什麼前景 漂亮 凌晨升龍 起身 要死 沒有彈腿 對方出腿了 再見兄弟 反身一個血崩腿 帥氣了 好,看一下雙方第二局 好,看一下雙方第二局 這把有何高論呢 好,完了完了 那剛才中了一腿 直接就逼到半邊 好,一腿 先後跳一拳 那拉開距離 等你不用分說的時候啊 不知道 往哪邊的時候 對方已經起身抓你了 走走走走 好,開始挪 開始挪一個高點生龍 不要動啊 好,後球出來 並沒有出招 一波 再來 一波 紅人的話 一般不怎麼發波 發波的話 會被騎 這個很難受 尤其是對方走過來 在離你兩到三個身位的時候 發波很危險 然後四個身位安全 反身尾不相應帶到 起身之間凹 那很少見啊 起身之間凹的事 真的很少見 好,看第二局 直接電鑽 起身電鑽 完了完了 一波 對方要撤出戰場 對方要撤出戰場 起跳 再來 沒有跳起來 一波 再波 然後這個警察不怎麼點水 遇到發波的紅人的話 遠距離發波 直接點水近身 像血量落後的話 並不是太有力啊 這個位置 好,開始來 開始來一個反身跳 兩個反身跳 贏到對手 也是一個反身跳 這個跳拳 確實有點厲害 兄弟 你是認真的嗎 再見 1234567 完美 有幾個反身跳 還可以嗎 剛才 我最喜歡看反身跳 好 看第三局 走 沒有聲了 好,搖到旁邊 看一下怎麼樣 好,起身直接一個旋風腿 喔,什麼鬼 唉,後面一下 有點浪了 有點浪了 好,起身直接旋風腿 打對方的 措手不及 很多時候在旁邊 你不知道防哪邊 好,看一下雙方的第三局 應該是有非常強烈的火花產生 這邊跳過來 一波 再來 然後對方也不前跳 那就是電鑽 鑽一下 再鑽 玩樂兄弟 原地 吃手 這個招式 出的有點科學了 最後一下 鼓勵一勵 總是要耍一下秀 最後開始死在了對方的聲龍上 原地 原地的旋風腿 打對方起身 不知道防哪邊 起身一下旋風腿 死了 鬼 值得學習 值得學習 也是一種套路 崭新的套路 對方挑波還行 波速確實很慢 這樣中距離長距離的牽制的話 就是看誰沉得住氣 沉不住氣的那位 首先要交出自己的誠實 基本走遠了 兩瓶 反身跳 起來 反身跳 沒有跳 起身怎麼樣 沒有選擇靜壓 還選擇拉開去 你跟對方虛化 沒有什麼意義 這樣打正有意義 還會對方貼身打倒 起身打個最高點的聲龍 就是打你 你沉不住氣 三個聲龍帶著 你 非常的完美 這局 好的 大家喜歡全面的解說 請點個關注 感謝收看 下期再會